2015年11月26号 百革时事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中国报的评论 标题是果然又飘飘 针对总检察署策控养牛中心毕案仪式 中国报甄子约专栏作者甄子群感慨 我国很多事 一碰到政治就充满苦海神龙的传奇色彩 远看四一炮近看四一炮 炮弹会转弯化作一炮尿 安华曾形容法律像丛林 马哈迪就像泰山 可以在丛林中跳跃自卢 过去多少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丛林 令一些案子出现丰闭性和专断性 不只是总检察署 一些法官长期经营在司法制式的框架下 缺乏内部监督 不食人间烟火 出现丛林式判决 一堆飘飘和泰山 而老百姓普遍的反应是 感叹嘲讽鄙视和愤怒 因为一些案子的结果 与民众期待出现极大落差的情况 以不足为奇 接着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给地种菜积功德 针对两位部长不约儿童呼吁百姓 在家种菜不要种花 以自贡自己来省下买菜钱 光明日报评论专栏 华山论件作者调侃写道 两个高官一唱一和 以为自己的论调很有料 其实听在百姓额里都是笑料 首先京城的土地贵如黄金 大多数住在公屋的百姓只有阳台 狭窄空间怎么够种菜 而在卧室种菜更加是笑话 以上言论显示 高官最厉害就是突发奇想 妙想天开不切实际 把不可能的事情妄想变成可能 在高官要求百姓省钱的同时 官府却一再被揭发滥用公款 超支和挥霍无度 怎么还好意思要求百姓在家种菜 作者最后建议 官爷拨出豪宅土地给百姓种菜 就是弥补挥霍的罪顾 也算是累积功德